在野党警觉到说 其实应该要回到 按照政党席次的比例 来分配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机制 在那样子的机制之下呢 就不太可能出现 像这种绿色恐怖 绿色专制的 新闻自由被打压的情况 最近这几天 国民党以及民众党 联手的在推动好几项 包含议会的调查权 听政权等等的 这个议会改革法案 那么这一些改革方案 如果逐一的落实了以后呢 那就意味着说 即便是赖清德的执政团队 都得要面对更阳光 更透明的政治环境 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民进党要为所欲为 上下其手 恐怕是越来越困难了 当然也因为这样子 让民进党当然相当的紧张 因为这就意味着 在未来赖清德的四年 执政期间呢 恐怕要面对着 非常强力的在野党的监督